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事情是這樣的 就我明天要去新加坡 那為什麼又過去呢 就是因為我的狗狗不是已經17歲嗎 就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就是變成不定期上片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樣去面對這個東西 啊我有講過說 我之前又找了一個新加坡的那個溝通師嘛 反正不管你們信不信嘛 他講的跟第一個一樣 就是他還是想要自然走 可是他現在已經就是一個禮拜可能會有五天的不開心 可能腳沒有力氣 他可能就是會上廁所的時候然後就站不起來 再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說 這個跟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質很有關係 像這種時候就是應該安樂 但是那個溝通師就說他還是不願意 他就講說請媽媽不要擔心這樣子 我覺得上次我是最後一次跟他見面 那上次其實我是很難過 但是就是覺得已經有心理準備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發現我的反應變得是更大了 前天好像就哭了 哭了有一點久吧 我就很難去接受這個東西 即使我已經知道他是17歲了 然後他是我從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就養了 就是去一個農場接他回來 然後他也跟我環遊世界啊 就去了很多地方 除了台灣沒有來以外 因為台灣入境要檢驗 然後還要去隔離這樣子 所以當初去了香港 然後現在他又去了新加坡 因為他跟我那個時候的男朋友就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過去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也是不需要檢驗的 他雖然是一個個性沒有優惚這麼好的狗啦 可是是非常非常聰明的 然後其實也是算乖啊 就很聽話 只是他可能脾氣比較不好而已 因為我也是獨生女嘛 所以他陪著我很多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剛去香港的時候 他就有點不習慣 因為美國我們住的是House 我們後面打開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草原 我們有一個backyard 他就可以去那邊玩 然後在香港都是房子 然後呢很多香港的住宅 又不可以住狗狗 所以我帶他去上廁所 他不會在家上廁所 他只會在外面上 所以每次我都要背一個 就是那種大背袋啊 然後後面就偷偷放著他 我們後面是有找到一間可以住狗狗的 但前面就只能先放在背袋 然後偷偷的帶出去 然後他上完廁所再帶回來 每天就是會帶他去三到四次這樣比較辛苦一點 有一次我還記得就是大颱風天 然後都不能出去 他就一直忍住一直忍住一直忍住 然後我就帶他去廁所 就是那個浴室那邊 我就說你這樣不上廁所 就是很擔心 結果他要去浴室淋浴間 直接尿尿了 我就覺得他是聽著懂話的小狗 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後要怎麼錄影片 因為我好像都是偏比較開心的 比較需要有狀態的時候開台或錄影片吧 因為我很長的時間都在跟大家嘴炮啊 或怎樣的 其實這一次去呢 是去三天而已 因為我還要工作 我就覺得我花了很大半的時間在工作上面 因為畢竟你有員工嘛 所以你要扛起這個責任啊 雖然事情會發生 可是你的人生還是要繼續下去 只是現在我可能 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還是很崩潰 畢竟17年也是非常長久的 我覺得人都可以 有能力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狗狗他們就是世界 可能就只有主人 或是身邊很親的人 那我明天飛的時候 會飛新加坡航空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 就是在講空服員啊 航空旅遊啊 或是一些有的沒有的嗎 可是旅遊就是一個開心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我明天那支影片會拍的怎麼樣啊 我就一直覺得我自己應該專業一點 就是把公式跟私事分開 可是這個東西我好像有點分不開 然後我也覺得我自己開台 或者是我自己在錄這種影片的時候 不該給大家這種情緒 或是不該展現這麼脆弱的一面 但我就覺得真的好沒有心情喔 就是他就是我絕好的寶貝啊 然後我每天就覺得我 好像都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吧 就是我就會很擔心 他老爸密我你知道嗎 就很害怕你打開訊息 是你沒辦法接受的那件事情 雖然到現在是都是沒有啦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就特難面對 我就擔心說觀眾會覺得說 啊不是之前就講過了嗎 啊這個事情不是就知道他已經是要離開的嗎 為什麼還沒好起來 是要難過多久 就會覺得好像自己又對不起 喜歡看我的觀眾 那你也會想說觀眾會不會 久沒看到我就已經忘記我了 到現在還是分決定 因為我就是跟他老爸講電話 這一次其實是已經決定要安樂 所以過去 然後隔一天就安樂 可是我離去新加坡越來越近 我就覺得我越來越做不到 我就覺得說真的沒有辦法安樂啊 然後我這幾天都睡不好 每次都驚醒一直驚醒 然後驚醒然後我就會想到 相處的畫面 譬如說去很多地方啊 我上次就想說他可能在等我去他身旁 可是我去的時候他又表現得異常的好哦 你們上次就有說是不是回光返照 我離上次到現在已經幾個月了 醫生說他可能不到三個月 然後他又撐過去了耶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整趟飛機都會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安樂他 要不然他很辛苦很可憐 會看他很痛苦很難過 會很想自私的把他留在身邊 除了這裡外你也會覺得說 啊是不是他其實也不想 他到底有多痛還不舒服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啊如果我不小心安樂他了 啊是不是這樣就害到他 但是其實我們聽安樂這麼久 都是醫生的建議 因為醫生覺得說他的行動已經是 不適合活在世界上了 可是他就是表現異常的好 所以他給我的反饋就是他不想嘛 然後我們找了那溝通師也是兩個 都是說他想要自然的離開 不用擔心 可是自然的離開 我又回到台灣 又是要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啊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突然離開了 然後我又不在 我就希望他離開的時候 我是在身邊的呀 因為我覺得 我可能是也是比較真性情的人 就是我用眼的 其實觀眾也會感覺的到吧 就我今天抽金變金娃 或是我今天在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你們也是可以感覺到 我跟平常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狀況就是沒有到很好 上次的時候就好像已經調適一陣子了 然後也覺得說可以了 自己可以過得去這一關了 他已經是一個很幸運的狗 因為他被我養到 因為他從以前到現在什麼都是用最好的 然後什麼都是最開心的 我現在是沒辦法下決定 然後如果不下決定的話 回來這邊又是一樣 這個東西不知道要輪迴多久 就我一直陷在痛苦之中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一直陷在痛苦之中要多久 就是我好像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我做的是對還是不對 也是會覺得自己會很自責吧 因為如果我就是去看到他的狀況 其實就不錯 那又是一樣這樣子的輪迴 其實很多觀眾對他也是很認識的 因為他從以前我開台的時候 他也是陪著觀眾一起開台的 他都會在我旁邊走來走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我發文我不是那種個性 就是會講很多很感性的話 就是如果他離開我也很傷心 可是我朋友跟我講說如果他離開的話 你就不能一直哭 因為如果你一直哭的話 他就很擔心你 他要去排隊投胎 沒辦法投胎就回來看你 然後又重排隊 因為又不能插隊啊 所以我都不敢哭 媽的老子排隊投胎 回去又要看你又再給我哭這樣子 然後所以每次 我會想到有人離開什麼 我都不敢哭 因為我就很害怕他們很擔心我 然後去排隊投胎 然後又等我 就是他又不能插隊又重新排 然後就覺得上次已經很難過過了 應該會好一點 可是結果沒想到這次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更難過 然後剛剛戳金娃沒戳到 又更難過 我覺得他只要不辛苦 覺得他這輩子是 已經是一個開心的狗狗 我就覺得沒有遺憾 之前去那個寵物展 然後有那個跑步比賽 我就站在終點 然後我說QBQB 他就跑最快 然後跑到中間還起飛 停格了一秒 然後落第二局跑 然後他跑全台港澳第二名 好啦 就希望可以讓你們知道一下 因為我其實也蠻擔心大家來 我說阿菜怎麼都沒有上片 阿菜就是現在這樣子 那希望各位觀眾就是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現在Youtuber很多 大家也可以選擇其他的Youtuber看 你當勾到我的影片